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美玲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中国央视报道新闻惹大祸 越南机场上 欢迎人群暗藏玄机 李强曾在香港照顾习近平私生子求学 是习的家奴 2023年末 美国联出重拳 中共正处在崩溃中 12月12日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越南首都河内 对越南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当天中午 中共官媒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段视频 在欢迎的人群当中 有人疑似向抵达的习近平 彭丽媛等人 竖起了中指 一指骂人 视频显示 在机场欢迎的人群被隔离在护栏之外 报道称 欢迎人群是由400多名中越各界代表组成的 其中一组人身穿越南民族服装 手持中越两国国旗 迎候习近平一行人的到来 这段视频共34秒 有眼睛网友注意到 在第12秒处出现了意外 人群中 一名越南女士虽然左手举着旗 但是没有摇动 而是比划着中指 斜指前方 这个镜头意识而过 有网友说 这些被动员来欢迎中共党魁的越南民众 普遍都是讨厌中共的 所以会有此反应 一点也不意外 越南民众对中共意象极差 普遍研究中心在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 越南是亚太国家当中对中共最没有好感的国家 截止到14号深夜 央视新闻客户端已经将相关镜头删掉 在新发布的视频当中 原先第12秒处 竖中指的画面已经消失 视频全长从33秒减到31秒 央视网更是直接删除了相关页面 习近平访问越南的另一段视频也在X平台上热传 昨天我们报道过了 在欢迎宴会上 习近平满脸堆笑 提身弯腰 向越共总书记远富重敬酒 而远富重仅仅仅是单手举杯碰了一下 站都没站起来 并扭头转向其他人 显得相当的漫不经心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奇怪 越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牛 他这个小弟居然不把中共大哥放在眼里了 确实 现在越南成了香伯伯 拜登三个月前刚刚访问河内 越南在中美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他的地理位置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打开地图我们看到 美国围堵中共的第一岛链 从日本开始 经过韩国 台湾 一路到了菲律宾 现在菲律宾和中共的关系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了 这些国家都坚定地和美国站在了一起 成了美国盟友 过了菲律宾之后 第一岛链的最后一个国家就是越南 也就是说 越南成为美国围堵中共的最后一个板块 如果我们把第一岛链看成是窒息中共的一根脚锁 那么越南就是目前唯一的还可以让中共喘息的地方 知名军事博主马克表示 越南的国土南北辖场 海线非常漫长 同时它要在南海的西边 菲律宾在南海的东边 这两个国家就像把南海夹住了一样 所以这两个国家对于西方国家遏制中共在南海的扩张 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者杨海平在经营论坛表示 虽然越南长期实行外交不结盟的政策 可是美国现在已经经援它很多艘巡逻艇 还训练它的海防队 以对抗中共对它的打压 大家都是心照不鲜的 对美国的军方来讲 美国如果在南海 台海有冲突的话 越南可以当后勤补给基地 像海军的军舰出航 每几个月都要换人员补给食品 所以越南这个地理位置 对美国来讲是一定要保住的 在经济方面 中美对抗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可以说是天上掉馅饼 2022年 越南GDP首次超过了4000亿美元 越南经济不发达 越共为摆脱执政危机 从1986年起就宣布革新开放 但是并没有什么收效 2007年 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 经济开始有了起色 而最大的变化发生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 越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供应链 在短短几年内 越南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出口国 仅次于中国 这还要归功于韩国三星 三星已经将越南作为其全球生产基地 评论人士杨威表示 美国在中国的供应链部分转移到了越南 美国不打算降低对中国商品的高关税 中国大陆企业只好把供应链挪到了越南 中国的世界工厂正在塌陷 越南的小世界工厂却逐渐成型 这么多的好处主要拜美国所赐 越南也真正的体会到了邓小平说的 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了 越南不光是经济发展的势头力压中共一头 在政治民主化的方面也确实是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成就 比如说 越南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现在是自己内部选出来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他的最高领导人没有那个政权危机了 他的法统是有党内合法性的 而中共不管是谁上台 大家都知道它是不合法的 越南还实现了国会议员直选 国会甚至可以否决政府总理的计划 再加上越南基本实践了司法独立 避免党大于法 这等于是越南有了一种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在中共严厉管制之下 如何将财富润出去 据估计今年每月约有500亿美元流出中国 而日本正成为中国资金润出的首选国家之一 中国人大多在日本购置房地产 2022年4月左右 也就是中共当局开始实施动态精灵以后 中国各地陆续实施封城 引发有钱人逃离中国 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在日本落脚 在发达国家当中 日本的房地产最便宜 加上最近一年日元贬值幅度大 对中国富人来说相当有吸引力 以前中国人买房子是为了投资 现在改为自己住 到2022年年底 中共取消了动态精灵以后 任到日本的中国人出现一个小高潮 其中很多是上海人 当时有一种说法是 上海繁华地段上一间公寓的价格 相当于日本一栋小楼房的价钱 不少中国富人对1亿至3亿日元 68.7万至206万美元的高端公寓房感兴趣 有的甚至考虑买下整栋楼 这股购房热潮 把东京繁华地段房价逐渐的推了上去 尽管中共中央305申 阻止中国资金外流 但实际上 目前很多中国富人 甚至乘坐私人包机 把钱运到海外 在海外直接用现金购买高档房 李奥法学家袁洪斌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 中共的这个体制 现在早已经是无关不贪 无力不服 而且关键是这些将近2000万的贪官污吏 他们又是和各种各样的经济上白手套 所有民营企业的一些奸商恶股 包括恒大集团 什么碧桂园集团等 上下其手联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腐败的大网 所以习近平现在他想要把这张大网彻底堵住 那是极其困难的 那些富豪们不停坐在私家飞机把钱运到海外 现在有很多富豪到日本来买房产洗钱 作为他们一个主要的转移财产的途径 随着资本外逃 中国经济呈断崖势下滑 日前 李强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袁洪斌表示 李强就是习近平的家奴 他说 现在在中共常委当中 习近平极其信任的有三个人 一个就是蔡奇 另外一个就是李强 李强曾经是习近平的秘书 习近平的私生子在香港求学期间 曾经得到李强的全面照顾 李强一度曾经在香港专门为照顾习近平的私生子 在香港生活了很长时间 所以李强就等于是习近平的一个家奴了 第三个习近平最信任的人 就是现在的中纪委书记李希 他说 中国经济如此衰败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搞的所谓国进民退政策 使中国经济运作陷入一个停滞 甚至是混乱的状态 他认为 这个责任主要要由习近平来承担 2023年尾 美国对中共连出重拳 陈家分析 中共政权现在已处在崩溃崩塌的过程当中 虽然习近平多次声称 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但是12月1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达52页的战略报告 从四个方面重新界定美中的经济关系 这是美国国会迄今为止最强的抗共报告 这起内容包括150项详细建议 包括建议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增加对中国境外投资的限制等 梁尚华律师表示 这是史无前例的 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在过去的几十年 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希望通过贸易往来 把中国拉入民主阵营 这个政策显然是失败了 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 在过去与中共的合作当中 美国明确感到自己吃了大亏 现在已经开始彻底不相信中共了 除了国会的最强抗共报告 12月2号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罕见表示 中共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威胁 而不是朋友 梁尚华律师表示 相对态度比较软的商务部长 也发表了非常强硬的说法 公开说中共是最大威胁 说明美国政府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共识 就是中共已经成为美国的敌人 不再是竞争对手 林基2023年年尾 一个个令中南海崩溃的坏消息 接踵而至 李恒青表示 现在中共都不是山雨欲来崩满楼的状况了 已经是狂风大作了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这个状态已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 处于中共崩溃的前夜 或者是危机的前夜 完全不是 现在它已经处在崩塌的过程当中了 他表示 这个崩塌从去年开始已经显露出来 政府财政枯竭是一个表现 因为政府没钱 很多地方的公共交通停止运行 甚至哈尔滨没人铲雪 因为去年铲雪的钱 政府还欠着 政府要拿着现金去才会有人铲雪 你想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 中共怎么能不崩溃 就等着看吧 一定会天翻地覆的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世事变幻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